全家产 有网友说很多粗口儿童不宜 这个政府出来 是男女女友人人不宜 讲粗口吊死他 是天经地义的 吊得少的了 听那些干净的台 香港电台 没有吊粗口 就听那些 商台 他们听那些 为什么 我们只要吊死他 为什么 因为他是狂 狂就要吊 那么狂也不吊 我们还是人 我吊你了 我拿一支麦克服来说话 不吊死他 那不如不吊好开 当然要吊了 这样也不用吊 那什么时候才吊呢 儿童不宜就 教细声一点 脱头 你这么狂的 大嘴巴算啥 就要听 明知道是讲粗口了 不论就现在告诉你 现在知道了吗 知道就收皮 我吊你老母 儿童不宜 对于这些大事 社会的大事 粗口算是什么 你不论说粗口 你老母不说粗口 你老爸不吊死 不吊死怎么删你的膝头 这么狠狗呢 大事不执着 执着了些芝麻绿刀的事 在这里算鸡毛算啤 小女人来啊 你三姑六婆来啊 三姑六婆也不会这样 我们这里很多那些 阿姐对粉丝一起听的 扑街 知不知道啊 阿波 这位网友 第一次见你 儿童不宜 小孩子不用睡觉 小孩子一点多 我都知道 他为什么 因为做功课 就很忙的 七头 吊你老母 昂冷咎咎 大事不执着 就计算小事 哎呀 很多小孩子不宜 你儿童啊 你 狗毛都没生齊啊 这么吵架啊 这个政府不用吵啊 做得好就赞 做得虚又吵 天经地义啊 吓死小孩子 不会讲粗口 将来都会面对啊 学历一課 面对的 在这个社会的不公 面对的 是不能去上流 面对的 是上车困难 存了很多钱 都卖不到楼 是这样的嘛 这些东西你不看 他们只看这些 哎呀 你当你是父榮吗 听到粗口就会打烂阵吗 你要你试一下 他面前连书他爆发 看哪个港人他哪个 为什么 不是有没有粗口的问题 是有没有道理的问题 多谢所有的超级留言 这么低能的 这些人是逼你听的 混蛋 这里留下了一些傻子 原来是要让我吵才开心 扑街 听回你那些什么陈永恩 那些他没有粗口 听香港电台嘛 扑街 扑街 狗狗狗 儿童不宜 听到这些小孩子 全部都醒了 我怕你看到他 你都自卑 这么搞笑 好然后再讲一下 吧 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